太后, 為何最近你的臉色這麼好 這麼美白? 愛家最近很少露臉 只半夜去醫院探望牙差 不見得光, 就保持臉這麼美白 不是, 那個德嫻姐 經常出來遊行, 光明正大 她的皮膚一樣很漂亮 有名叫德嫻 她德嫻當然可以經常出來 愛家現在四處都沒空, 怎麼出街? 是嗎?我覺得太后才是真德嫻 太后, 你真的打算拼不拼? 不要, 很多香港人民 想你繼續履行競選承諾 什麼承諾? 我們聯絡, 現在香港人民很團結 銀法又跟廢青聯絡 和理非又跟勇武聯絡 全靠太后你而已 你這麼有空, 不如幫忙叫旅遊巴 叫什麼旅遊巴? 拆連農場的人要用旅遊巴接送 太后, 你不怕本地粉絲詐形? 上次開工, 傳說中只有招牌 還要沒有車接送 又憑自遠方來哀家 當然是一盡地址之宜 現在奴才終於明白 為什麼不能取消那些深圳居民 一簽一行 為什麼?一下子貼還貼 提醒同胞不要貼到遮蓋路牌 把手足散水的時候當失露 到了嗎? 太好了, 太好了 銀太太, 會不會是你的問題 令警隊也做了社會的魔術呢? 再是這樣, 社會怎麼回復平靜呢? 好,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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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已經走完一次一次 現在我們香港人 這麼多人這樣走出來 他又什麼都不做 我們覺得他是非常非常之差的 這個政府 這個條例已經在整整一個月前 即是六月十五日 由我宣布 是徹底停止了有關修例的工作 所以我希望社會亦都諒解 那個引發抗爭的事已經不存在 不要接受一陣子 看看 謝謝你, 教練 謝謝你, 教練 謝謝你 好, 其實 我喜歡 讓真心去付出貓 暴徒,我覺得真的可以形容 暴徒的施以襲擊他們 以最嚴厲的譴責 強烈的譴責 最強烈的譴責 又鬼想你和我… 中國犯罪 警隊和我們市民現在變成磨心 這個風暴越演越烈的時間 林鄭一直歸宿 任由警隊和我們很多的示威者 不斷衝突去升溫 好,請 我以為大多數記得你的益者 就不會出來的 我發覺是我們的年輕人感動到我們 年紀大的人要表示支持 因為這場運動主要都是年輕人民主 他們都出了很多血汗 我們走路很少…做的事很少 傳召官,現在一本大帥教你最新行動暗號 留心學習吧 進明 學有了沒有? 大帥, 卑職等你指示 你的資質不是那麼笨吧 已經示範了兩次行動暗號 是什麼呢? 是摸肚皮和摸胡蘇 那就代表你癢養 我摸肚皮是順時針的 即是代表馬上向前衝 那摸鬚呢? 你看看我胡蘇太長了 拿剃鬚刀給本大帥剃鬚吧 大帥, 你說卑職刹難也要說 大帥, 你的暗號真是深度 人大釋法也解不出 所以說知音難尋 世上唯有袁秋姐明白我暗號的真正意思 袁秋姐還說 大帥, 你應該停止發放 不反對通知書 大帥, 你幹嘛想要頭盔? 叫他用腦袋, 這是什麼意思? 守護香港的集會怎麼舉行? 袁秋姐還說 每次遊行都有六千元派 這麼大件事?有證據嗎? 我懷疑袁秋姐 是看到有人做這個手勢 這個手勢原來是六千元的意思? 本大帥送這個手勢給袁秋姐 大帥, 你幹嘛要鐵馬呢? 支票啊? 捐給警察一千萬元的大支票 六千元, 十十歲吧 發光… 我明白社會對於人寫問責制之下 有一定的要求 現在我們希望社會能夠給予一個空間 給予一個時間 我們吸取了教訓 來更加好地服務市民 我要向我鼓掌 我會向你做的 做公開 我要做公開 我要責任, 誰有叫 我會騙我 我會騙你 拿著這位 我會騙你 我會騙我 那是我的好東西 不要乖 我會騙你 我會騙我 我會騙你 我會騙你 認識你, 但其實這有甚麼關係呢? 我只知道在這一剎馬, 我是想念你 推行民宅制 是要使得特區政府的主要官員 能夠為他們的施政承擔起責任 民情在心, 民意在押 令我心靈回復天靜 怎麼樣? 煎餅之時, 你在月兒行任長官 從十萬年順結美夢 讓我心靈從得安慰 讓我安堂月下 林鄭也是我特首 面對一個這麼低民望的危機 似乎沒有一個實質的措施去拆眼 貪求私母, 只因癡 一切眼淚, 私益, 都是桃源 賣歌金曲, 貴君, 真心怕你 走吧…你走了就沒事了 無法拖真心的一個口 掩飾真相永遠在背後 望著居居不開, 招禁 只想向方回來鬥 阿君, 難得變仇人 阿君, 你想要出套小人 明月夜裡探人, 感到擔心 讓尷尬的表情, 增添笑感 一邊odle你慰問 有邊稱它叫做報韻 鬧爆你不遵任等 為什麼?你要出套小人 לק 冠軍歌, 繼續放 閘眼跳出去,幸好沒有跌下去 如何收貨,拿起綠棍再上演 幫繼續幫 幫親眼眉 遮病,勁有力 開俠全面互著你 幫繼續幫 不管距離 相劍愛發難 相互齊樂習借謝你 是… 老闆命令 我是要聽 遺留這女一敞血跡 大歲,我現在要來報案了 你什麼事這麼怒吵? 那天我跟太后去沙田商場購物 無端端有一批身分不明的人 那些武裝分子進來亂打 嚇得太后花容失色 真是購物身體驗 那個紅衣女子原來就是太后女 卑職真的認不到了 小豪子, 她像不像那天 衝進來商場的武裝分子? 我是衙差, 不是武裝分子 徐副官, 平日你說什麼口號 告訴太后聽聽 你們的記者, 就是搞亂香港 像了…衙差是這麼說話的 我當然不明白 為什麼你要進來商場 這麼害怕才行 我當然現在的心還嚇得突然跳 太后, 暴徒現在高空責物 還要向我們伙計扔磚 算了, 我們這波一定要將它驅散 徐副官, 你不是說錯了嗎? 再來一次 一二三, 驅散 究竟是散還是暴? 還是你們想散步? 原來這麼多衙差進來商場 是想散步嗎? 其實我們進來商場是想買鞋子的 那些伙計進去就滲下了 太后, 你別再滲下我們的伙計 行嗎?自己就躲起來, 這樣是不行的 大帥, 你們也有份善人 警棍就當是鉗 咬斷手指就變成鉗斷手指 相差很遠的 就是了, 官台的新聞 都說是鉗斷手指 這次真是被自己人陷害了 太后, 我們的伙計 真是被暴徒咬斷了手指 我現在已經強烈譴責暴徒了 大帥, 你可否管束你的伙計 不要壞人的眼睛 又或者壞人的眼睛的時候 把手指藏起來 不要讓人們咬到就行了 太后, 這個動作 基本上是不可能做到的 做到了 只要把手腕不斷向後領 就不會被人咬到 偷閥… 徐副官, 最近伙計的事如何? 大帥, 很多伙計都說想調區入元朗 為什麼呢? 最近這個區才成為城中焦點 伙計說元朗區有彈性上班時間 喜歡什麼時候下閘就什麼時候下閘 提早下班, 真正做到工作活動平衡 牙差工作真的很辛苦 有時候累得連鐘也沒時間看 讓他們早點回去休息, 也有道理 元朗牙差最大的優勢就是 工作上有很高的自主權 收到叫, 喜歡等多久出發就等多久 你錯了, 不可以等太久 八個字就太長了 只可以等39分鐘而已 元朗牙差到現場喜歡開工就開工 如果覺得不安全 就可以留在安全地方站在一邊觀察 我承認, 伙計躲在安全的地方 而留在市民在不安全的地方 是跟大家的期望有一點點落差 但是市民說打999 也沒有人來救他們 三小時打了二萬四千個報案電話 很明顯是黑客故意攻擊 製造牙差見死不救的假象 大帥 市民應該怎樣報案才適合規矩呢 根本不用打999 要對牙差有信心 不來就一定有原因 真的不來, 你打破電話也沒用 害怕你就不要外出 大帥, 你說卑職賊鞋也要說 真的很建議 但是有些伙計去到現場 就說發現不到有人拿攻擊性武器 其實原因很簡單 因為那些人都沒有拿到水瓶、雨傘 和背囊 連口罩也沒有戴 這麼和平, 只拿著藤條而已 石Sir說的, 教仔工具而已 那水喉通一定是駁水喉用吧 大帥, 白衣人那晚的活動 你早就知道了吧 他們的好意, 心靈了 那為什麼星期六的光復元朗 我們又不發不反對通知書呢 元朗遊行應該向十八鄉 鄉議會申請不反對通知書才對 他們不歸我們管的嘛 而且去元朗, 無論是悼念還是郊遊 都應該是申請Visa簽證才對的嘛 我們有錯嗎?我們還錯了什麼? 我們…我們只是想香港進步 有民主自由而已 我們為什麼要拿到這麼一個下場呢? 黑社會, 不要走… 加油… 加油… 我來, 別怕, 別怕, 別怕 別怕, 別怕 別怕 別怕, 別怕 別怕, 別怕, 別怕 不要怕, 別怕 覺得車掌沒有我們後面人命 你的車掌開門, 但是沒有人… 遊行為何有什麼問題? 為何遊如行為何要被人打? 這是什麼道理? 香港有法例說不讓人遊行嗎? 拿藤鳥出來, 運氣長小小的 打兒子 香港… 你們是我的英雄 我並不是說因為昨晚他們有個暴力事件之後 來讚許他們英雄, 沒有說過任何那樣的事 而是否他讚我英雄呢? 可能我在他心目中來說, 是敢言發聲的 大家好 明明我想愛生活到簡單 但經常會罵他們家 他們還真正 我們來罵他們 我們就說 han 給我們 我我的老婆就打了 你現在才來 每個人一聽到捉住酒精 打不到999, 知道嗎? 我想問一件事, 我沒有加教 但也不需要你客廳會來教 我對警方完全沒有派人 嘗試控制局面, 表示極度憤怒 遲不遲呢?我不知道 我們是收到電話, 我們來的 究竟要來多久呢? 我看不到標, 對不起 在火車上有這麼多人 怎樣?即一做警方也沒有 你先不要質問我 我告訴你, 你這樣不會令我害怕 我沒有要你害怕, 要你回答 如果在身上發覺有攻擊性武器 我們會即床去拘捕 刑事的同事下來 是不見任何人拿攻擊性武器的 是不見任何人拿攻擊性武器 你不相信你自己, 輸到我找你 當初我問你, 你不算外國暴力 你不及格暴力 是否一場史文, 因為 究竟一層檢的打電話 所以你這個叫做, 你當初不達法 你正面的 指控我本人, 或者警務處處長 和他的同事 是有去勾結一些暴力的分子 這個是完全沒有根據 我們和所有違法人士都是對立的 更何況他們是黑社會 我們更加是勢不兩立 當日警方在各個總區 抽調了數以千計 包括在所有的衝鋒隊 正在處理不同的案件 包括有打架、襲擊 短短三個小時之內 一共收到超過二萬四千個 民族的電話 那位記者會, 小豪子, 真是激死哀家了 是, 不要生氣, 那些記者也是 叫你說人話 人話也不是你熟悉的語言 這幾年都很少用, 怎麼說 那個記者還問我昨晚去了哪裡 你當自己任達華嗎? 問我今晚做什麼? 就是, 一向是你 我問老公而已, 這句話 什麼時候人家來陪問你才行? 什麼時候, 郭輝被人叮污了 我現在去得變了 就去想一下用什麼字來譴責 嚴重譴責, 強烈譴責 最堅決強烈譴責 那又是譴責 記者說我重複沒有新意 但是我現在真的想不到 幸好太后你用了全城憤慨 沒有用人神共憤 對, 要不然就像跟何家 山盆何家差碰了對白 但是為什麼太后 你不稱呼元朗白衣人是暴徒? 沒有嗎?我以為已經稱呼了 不要這樣, 太后 你真的沒有稱呼 什麼圖?那些人很多都是小叔伯 有外號、有名字 怎會叫暴徒這麼生愛? 那倒是 他們還問我 我是不是觀景黑勾結合演大龍鳳 我現在怎麼知道 除非成立這個獨立調查委員會 才能查到的 不行, 太后 那些警察已經出信了 他說你不可以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不然你就要有附警察對你的支持了 辭職又說我自己不可以做事 成立一個委員會又被人叫停 愛家真是失敗了 太后, 現在朝廷很多官員都一起造反 他們搞認證聯署和太后割蓋 怎麼認證? 好, 就像這種樣子 連你也造反? 太后順應民意, 沒辦法了 豈有此理, 你立刻跟哀家做一張證 弄得這樣, 哀家真的想跟自己割蓋 說什麼? 這兩下子 卻是活性的 虛擬得這樣 是活性的 只要疑問 我根本來是活性的 對, 太后割蓋 不可以超暖 我根本來是活性的 絕對, 覺得是活性的 活性的活性的活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能 功能挑战香港的法治底线 在交易的过程里面 另一条线就已经响起了 就是 炸声了 可能是DX 可能是我们不肯定 不肯定是有事 你怎么有事 你现在有办法 不肯定是 不肯定是 是恶意包围冲击中联办大楼 我们看到元朗也发生了令人震惊的暴力行为 我在这里也予以强烈的谴责 首先你一开始就谴责了昨天中联办的行动在先 然后才到元朗在后 是否觉得涂鸦国飞是比元朗的人生安全更重要 就是一个次序的问题 我希望大家 不要 或者这么大的焦虑 是 即使在天面 成熟的表现 不与不燕 太阳伊朗朗朗生起的艳阳天 专严的国会 伊朗高高悬挂的中联办大楼